娘亲 宋叔叔 师父的事就交给我吧 交给你 交给你干什么 你九姑姑呢 九姑姑方才哭得很伤心 说担心师父的身子 我哄了他好一回子 这回子他正在跟田田逛街买东西呢 所以我和黑有为就回来了 爷娘娘好 宋叔叔好 这孩子就是这么有礼貌 黑有为也来了 芸婉宁怕百里长月的情况会吓到他 就暂且让他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坐下 娘亲 宋叔叔 我早就知道师父不对劲了 这段时日都是我在给师父医治呢 你怎么知道 训骨啊 师父体内的骨好厉害 不过这几日他已经可以听懂我的话了 我家小仔居然这么能耐吗 元宝 你可以与你师父体内的骨交流 对啊 我还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毛毛 毛毛 毛毛 百里长月体内的骨 可是骨王 我家小仔就给他起了个这么随便的名字 一个骨王 叫毛毛 显然不太合适吧 尤其这个骨王 还是一条公骨 嗯 她喜欢这个名字吗 喜欢呀 你怎么跟毛毛沟通 娘亲 你看好了 他伸出两只小手手 小手伸展了几下 竟是开始闹百里长月的搁置窝 脚板心 不一会子 那黑色的影子就浮现在百里长月胸口的肌肤之下了 她像是也感觉到了痒似的 在里面翻滚着 毛毛 你说过不会折腾我师父的 你怎么出尔反尔呢 我今日瞧着 我师父脸色又差了许多 是不是你咬她了 百里长月的心跳如雷 伴随着明显的滋滋的声音 没有吗 可是我师父最近好像很难受呀 你说什么 他说了什么 他 他说 他说我师父是个一把年纪的老男人了 却到现在还没有对象 所以 所以师父身子才会这么差 不是他折腾我师父了 这毛毛懂得真多 这些话少而不已 别被毛毛带坏了 娘亲 我和毛毛用心沟通的 你捂着我的耳朵也没用 毛毛说 你长得好漂亮 是吗 嗨 毛毛你好 我是元宝的娘亲 你也好乖啊 这样形容古王 好像不怎么霸气啊 儿子 你去哪儿 毛毛说 我师父需要女孩子滋润一下 我九姑姑就很不错 所以我去把九姑姑打云扛过来 站住 你这小仔 好得不学 竟学习不好的 那可是你九姑姑 怎么能打云带过来呢 你应该把你九姑姑哄过来 让她心甘情愿地过来嘛 娘亲 您这话好有道理啊 九姑姑还要哄的吗 都很离不许戏 与我依然有三位 我依然有四一位 我依然有四一位 更不许戏